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位觀眾 他讓我很感動的是 他今年已經45歲了 但是 聽說是從 YouTube就搜尋影片 然後找到我的影片 然後加入到我的群裡的一位 很資深的世紀帝國 觀眾朋友 那其實他跟我一樣喔 很久很久都沒有 玩世紀帝國但是一直 關心著這個世紀帝國的這款遊戲 那 聽說是只看啦但是不打 有打好像也不強 的樣子 那好像是從頻道開始之後 慢慢看著影片 然後看什麼 新手教學等等的學一些觀念之後 現在他來到了天梯 1046分 的樣子 所以 我想這就是我頻道的 初衷我頻道的價值 每一個觀眾朋友們的聲音 我真的會聽 加上現在觀眾投稿其實 數量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你們不要急 除了真的我覺得沒有辦法上傳 上來做成影片以外 我都會一集一集的做 不論 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太新手了 不好看或什麼的 我的角度 我是一定會製作的 那你們給主播時間 我保證我會一一的 分享給大家 好嗎 所以十一帝國大家一起呵護一起加油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的頻道 有時候我會講幹話 那習慣了就好 那我講的理論也不一定要聽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戰術需要被開發 每個文明對我來說都很強 每個文明都很強 那如果你讓我轉播線上賽事 我就會講說 喔這個版本 柏根蒂很強 西西里五蟑螂很噁心之類的 假設 所以天梯對戰齁 大家如果有看我 昨天的 線上賽事轉播 你們應該知道 真正他些頂尖玩家的真實力 其實跟天梯對戰 打起來的內容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就是打哈哈 所以天梯對戰齁 以後我講什麼 打哈哈你們就隨便聽 就大概講一下 參考參考 好 回到我們的主角 六大哥 六大哥 六大哥這裡 法蘭克 我很好奇 你的法蘭克 怎麼對上伊索比亞 因為如果 假設他封建 或城堡 打強軍士 你是要走開農路線呢 還是打暴力路線呢 暴力 騎士呢 不知道 我們就去看下去 好 因為 紅色玩家已經很久沒有玩了 所以 我想看一下他的基本配置 可以嗎 這邊是人 我是OK嗎 呃 伐木 欸 伐木沒有欸 我沒有先看過喔 呃我看一下 法蘭克的 配置是 鮮果石 再伐木 喔老實說 這個比較資深的 四地國玩家 應該知道 以前我們在玩什麼 特殊地圖 什麼大陸 還是什麼 有的沒的 反正不是阿拉伯 是可以這樣配置的 鮮果石 再伐木 但是已經很少人這樣玩了 很少人這樣玩 可是 大哥 你玩起來了耶 但是這個隱憂是什麼 這個隱憂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圍了 木材不夠 很極限 好 你現在19P點 你點 封箭了 然後呢 你要蓋均勻嗎 看一下 雙伐木場 OMG 各位 你們不要以為 1000分 大家的 棘手配置 都是一樣 我說了 世紀帝國 沒有一定 沒有最強 遊俠 沒有最強馬公 沒有最強文明 包含我說的 呃 呃 印度 進攻萬花筒 不認同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會玩的印度 就是進攻萬花筒啊 對吧 所以我希望可以跳出那個 刻板印象 我也很希望哪一天可以看到 柏根地啦 打那個什麼 黑塊 劍塔 不點擊極目 也可以試看看嗎 騎襲一下 蒙古打海戰之類的 等等 好 反正這邊 起手 是不一樣的喔 末綁 伐木場 伐木場 那這個缺點是什麼呢 這個缺點是什麼呢 假設啦 這邊 他打黑塊 那1000分 的場 我覺得黑塊 應該不會有人用 因為那個是比較需要持操作的 而且 新手場 不知道怎麼去花王金 去撐裝甲兵 裝甲塔 打工什麼的 可能都不會用 這些東西可能都要 一千一二 一千二 可能吧 才會比較多人使用 黑塊 上棒棒 這種戰術 我覺得啦 是1200以上的戰術 好 這邊你有在趕 趕這些野生動物 會不會啊 該不會你要 歸農 然後 升兩三隻赤猴出來玩 就 升城堡 會不會啊 有可能耶 有可能 喔 順帶一提跟觀眾朋友們講一下 我這個阿拉伯好像比較亮對不對 然後我有去調整 可是因為 我實在是想要用原汁原味的世紀帝國播給大家看 所以我這個部分 就沒有辦法做更動 包含介面 包含介面 我只有改動樹啦 因為樹林這個 這個頻道第一個跟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真的 有看 我的官 有看我頻道的 朋友們都說這個樹一定要是矮的 所以我只有改到這個矮的 所以其他都是原汁原味的世紀帝國喔 我們的遊戲是長這樣的喔 如果你沒有玩世紀帝國又想加入的話 可以像這位大哥一樣 可以像這位大哥一樣 這一個月 入手世紀帝國 然後 回歸 跟我們一起玩 都OK的 我們頻道很多 新的觀眾朋友們 你有發問 主播有空 我就會回答 阿你不用問我也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 群裡有很多神手啊 你問他們就好了 你問他們就好了 我問他們就好了 我沒有很強 就這樣 好啦 那這邊一鎖我看一下 嗯 看一下配色 23P 23P 25P 檢查一下圍牆 鎖死 鎖死了 這邊是兵工廠加射箭廠 然後這邊 有戳戳跟肉馬 那這邊我覺得 呃 大哥你就不用出 那麼多的 刺吼了 因為他已經圍死了 第一個他圍死了 第二個你的主軸 可能是打 城堡十代 那就 等一下再看看 好 這邊 好像沒有 控制好 好 我們去看下去喔 可是這邊的隱憂是什麼 你知道嗎大哥 如果假設來 他的這個 小弓全部走出來 然後你沒有生 呃 很多刺猴的話 然後你家裡沒有圍死 這邊是會被突襲的喔 尤其是這裡 雖然可能一千家 不太可能 這樣子繞過來 假設他有情報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情報喔 我幫我看一下喔 嗯 沒有 這就是情報 不足 如果他知道 沒有圍的話 各位如果他沒有圍的話 然後看到這個木材 然後這樣子開開很開闊 小弓我就直接走出去啦 我只小弓直接走出去 配兩隻長槍一起也可以啊 這些木材都會被亂到 好 去看下去 喔 我也很用心轉播這一場 因為 這位玩家真的 很有禮貌 又很 就是真的我好感動 就 我何德何能可以 讓你 來看我的影片 然後 回歸這世紀帝國 所以 我在這邊 再次的感謝你 好 看下去 雙伐木 農田 伊索其實 也是正常配置啊 他沒有打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他等一下冰工場 就上城堡了 那這場戰爭 可能從城堡開始 那我們這邊的大哥 也開尾了齁 這邊還沒有尾 那沒關係 布材 嗯 我看一下 布材有點多耶 好 這邊如果 大哥要死為的話 我覺得 法蘭克這邊就 上個 呃 刺激刺激 好 雙方封劍時代都沒有任何的戰士 看誰先 先手出擊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才剛說過來了 我們用法蘭克的視角看一下喔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好像 欸 對手說不來打 其實沒有他在續兵 所以不是 就是情報量很重要 我覺得 世紀國情報量很重要 好那這邊大哥你怎麼辦 你想要 城塊了對不對 你想要 升級城堡 可是黃金不足 然後沒有 市集 可以賣這個木材 夾上去 然後你這邊要 這樣子圍喔 嗯 我看一下你的兵在哪 在這裡 這裡我還看一下你要怎麼應對呢 因為這邊有長槍兵 三隻 不太可能用刺頭上去嘛 那如果你剛有四級的話 要是真的虧過來不及 就一個劍塔在這裡吧 反正你等一下要城堡了 然後你有四級 可以買賣再買石頭 爆TC也可以 那這邊被亂進來了 死兩村了 這邊有洞 哇那這邊怎麼辦 挖石頭 那我覺得啦 你這邊黃金已經沒有人在採了 對不對 你就直接建塔在這邊 或是剛剛在這邊建塔 他就沒有辦法過來 他還要繞路 來打這邊 那如果他打這邊的話 如果他打這邊的話 你可能已經快城堡了 你騎士出來這些都收掉了 對吧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可以慢慢講 我可以慢慢講 給大家知道 因為很多主要的 觀眾朋友們都是在1000加左右黃 基本上1000加1100 好 這邊 那一手這邊很優啊 他家裡都沒有被打 然後這邊他還有意識要 有 在10強 10強 直上10強 好猛喔 他完全沒有要跟你演 不給你打了 那這邊怎麼辦 這邊假設啦 依索 兩個弓箭長一直生兵 其實 大哥你這邊會掛罩 會爆 好你這邊建塔了對不對 OKOK這裡要建塔 反正先建塔就對了 至少 至少 要有一個插箭塔的意識 很OK 很OK 那你什麼時候要城堡呢 我想想 你已經可以點了 然後這邊 黃金你會被亂對不對 趕快再插一個 剛剛來不及插了 呃 不要跑不要跑 你這邊趕快全部拉過來 插箭塔 這邊穩了對不對 黃金穩了對不對 然後你這邊有馬就了對不對 等一下就可以收掉這些了 啊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去不去看喔 好 那這裡 毛病 所以其實大哥你的 經濟是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就起手那些 要那樣打 也可以 也可以 你能打上去 就代表 900分的他 假設他 他配置是正確的 可是他 他哪裡有問題 所以他打不上去 畢竟有原因吧 然後剛剛這邊有一個漏洞喔 所以 如果你想要圍死的話 這邊要補個洞 我覺得這邊要補個洞 我覺得這邊要補個洞 好 那你點城堡了 等一下就換你威了 但重點是 伊索先城堡 暴力工兵先續起來的話 是可以屌吃 你的法蘭克的 你雖然也是暴力法蘭克 暴力那個騎士 但是 伊索 他的工兵 很可怕 很可怕 他輸出很可怕 攻速加 18% 咻咻咻 所以等一下會出了命喔 而且他補了兩個 兩個弓箭長的 然後他的重裝長相兵 是直接免費升級的 所以這天生拿來打那個啊 長軍式城堡啊 而且打這個騎士文明 如果他真的再觀念好一點點 再出個 最後一道防線 喔 生旅 你騎士出來被他招走一兩隻 你這場就爆炸了 老實說 老實說 這邊你是裂風的 下風的 然後你的農田喔 有16片喔 還是木材 我看一下 嗯 看一下怎麼打喔 雖然無論如何 這片我一定會製作的 因為我想支持屍滴滴國 我想支持 新手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也想 轉播天梯對戰 那我的理論 聽聽就好 因為他們也是 隨便打的 吃便當 便當哥 MBL 好印度最爛文明也可以 隨便 就這樣了 因為我知道印度已經被改掉了 變很爛啊 如果你們要認真爬分的玩家 來說 印度你們不會用 我自己也沒有在用 說真的 但是印度我覺得 還是可以玩啊 只要你打出戰 的特色 哇這邊 哇被戳掉 喔好乖好乖 兩隻掛了 哇大哥 你這場後面怎麼打贏的啊 我不知道了 前面我覺得 大哥你經濟很OK 可是軍事不行 軍事真的不行 要要要多看一下軍事片 就是戰爭那邊配兵 講配兵的時候 那你這邊毛兵是OK啦 因為你想要看他什麼時候出來嘛 至少做一個 呃呃情報 好 那你等一下會看到這些出來啦 我看一下 體檢一下喔 沒有二級射 這個也怪怪的 好 如果你是打暴力工兵的話 就趕快點二級射 然後去打他家了 這邊開一個2TC 很OK很OK 因為他沒來打你嘛 你 嗯 嗯 好你也有升騎士 喔有防有防 OK 我想知道藍色到底哪裡失誤了 讓你打穿他耶 因為你沒有升軍事 嗯 馬舊 伊索碧亞的馬舊 很不推耶 後期真的資源乾了 再說嘛 好這邊我不講 我不講藍色的 藍色不是我們觀眾 但是我只是跟其他人說啦 伊索你城堡時代出馬舊 真的很少見 真的幾乎沒有 好 這樣子換也是不OK的喔 因為你給長江兵戳到了 看一下 2TC嘛 這邊木材怎麼那麼乾啊 你四個人在伐木而已耶 呃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黃金太多了 然後你沒有市集做買賣 要嘛你就把黃金的村民 拉回來這邊伐木 或者是這邊的 村民生出來不要 黃金的伐木 這樣子 很精進 這個木材太少了 最少也要 來個15個人吧 這邊黃金不用10個人 因為你不打強軍事啦 對不對 你沒有打強軍事啦 喔有嗎 有 加1攻擊喔 嗯 這個我以後再說 這不是這場的看點 我認為 不是看點 好 這個真的 這個玩家 他沒有跟你演耶 直接上10強耶 大哥 人家上10強的話 你不要管他的啦 你趕快爆經濟了 然後家裡有一些建設 等一下 帝王直接幹他一波了 他單TC耶 對啊 欸 喔不對 2TC2TC 那我覺得 大哥 我想一下喔 嗯 我要講出什麼才能幫助你呢 因為我覺得這邊 他打這個肉麻怪怪的 可是你家裡有洞 這裡有洞 你要不要補一下一個房子 他等一下要創進來 然後你家裡應該是沒有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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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糟糕了 呃 他沒有進來耶 他沒有進來耶 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 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可能以為是搞笑片對不對 可是我很尊重的 我很尊重的 我很尊重的 六大哥 今年45喔 很久沒玩喔 比我還久沒玩 可是很認真在練習 很認真在練習 我覺得這個意志力 這個精神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我不知道你們 好 這個衣索喔 沒有看到這邊有洞 然後你這邊一個 喔 蓋房子 OKOK 喔他現在發現有洞了 那怎麼辦 快點先補起來 補起來 喔OKOKOK 至少只有一隻串進來 這邊OK阿 打得很好阿 這邊 高地堡很OK阿 因為大哥有看我影片阿 我每集都在講高地堡 高地堡高地堡 高地堡嘛 他家裡沒有什麼高地堡 阿你不知道要插哪裡的話 就不要亂插了 插在高地 效益最高 如果你打到後面去 知道怎麼壓到他的痛處的時候 那個城堡 的效益才出來嘛 不然就是高地堡就好 沒有錯 阿這邊出來幹嘛 呃 欸一鎖 一鎖 一鎖什麼收中匪的 我看一下 大哥你經紀有嗎 欸他有帝王耶 他有帝王耶 帝豬打一波 有 有努力嗎 沒有 呃 我想一下喔 你在這一個 一千加的場 這樣子喔 恩 我覺得 你的觀念應該是 也會上帝王吧 你不會強軍士吧 因為 通常啦 我覺得一千分以下的場 都是先把配置搞好 龍經濟 然後帝出 帝王時才會開打 那這個是很經典的就是 那種模式 那一鎖畢亞勒 也沒有軍事阿 沒有軍事阿 沒有軍事阿 呃 那我覺得帝王就 也沒有什麼用 收生的 打開下去 我看等一下會怪怪的配兵出來 工程器修道院 軍營 幾兵 幾兵 火炮嗎 幾兵火炮 生女 幾兵火炮生女 一千加的場會用這套戰術嗎 沒有強弩兵幾兵 火炮 生女 欸 是換人玩了是不是 突然換人玩了 喔 這邊有意思喔 好 這邊不是石牆的 會嗎 來不及了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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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去 還沒有兵 GG了 化掉了 好簡單 天阿 我剛剛怎麼趕快壓城堡 喔 嚇死了嚇死了趕快壓城堡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欸 這邊是要 欸 藍色是要打那個耶 是不是啊 長槍兵 火炮 生女 這一套可能要一千三才會用吧 照理來說 伊索大家都玩暴力公兵 玩這一套的人 已經轉兵轉到第二第三層去了耶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有點嚇醒喔 我先陣地戰然後再轉長弩 來什麼 完了這邊我看不懂藍色配兵了 好趕快回來蓋 那這個城堡是蓋得出來 只是真的亂到他很多啊 他沒有在種田啊 然後長槍兵現在才走回來啊 那你應該會拉走齁大哥 好OK了 走了 對 人家有城堡就不要硬幹了齁 走了走了走了 欸 在人家這個 欸你這樣OK嗎 你不尊重我們大哥 頻道大哥耶45歲 很資深 好這老頭等一下被修理了 嗯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法蘭克 沒有到帝王 等下要城堡打帝王了 來這邊殺進去了 呃呃呃 這個樹齁很討厭 好啦大哥我覺得你這邊就退了 這邊就退了 這邊長槍兵 這邊長槍兵 你二加二 等一下 你要強軍事了 你支撥兵 你有看Jordan對不對 是嗎還是看什麼 我的頻道法蘭克嗎 對 對 其實剛剛找開這樣子 幹他 幹他 根本不用玩帝王 幹他 沒有每一場 八百要帝王的啦 真的 他現在到帝王了 然後咧他有幹嘛嗎 沒有啊 你城堡等一下可能會拆掉 沒有錯 你保存好你的子骨兵 壓住他家 他等一下只看到這邊而已了 他這邊家裡爆炸了 他沒有補給線了 然後這邊打穿他 這邊TC怎麼辦 沒有意識 沒有意識 怎麼辦 錢壓城堡 這關鍵點在這 這跟你城堡帝王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也沒有生兵 你沒有生兵啊對不對 藍色沒有生兵啊 你先打他經濟區 誰的家裡先爆 其實這場就結束了 你什麼高地堡 這個其實好像好像對你們來說 不是啦就是 比較沒有用 因為只講到城堡的概念 可是沒有講到你家裡防禦的概念 如果 我的外面的這個高地堡 這個外面的高地堡 是建立在 你家裡已經有防守 你知道怎麼防守 你家之後再出去蓋高地堡 如果你這高地堡沒有發揮效的話 那你直接城堡 第一個什麼 蓋這裡就好啦 那不是藍色就爆炸了嗎 他這裡沒有機動性部隊 他只能一座一座慢慢推 可是你已經有提示什麼的 穿進去了 爆了 這個城堡不用管他嘛 對不對 你只要找村民殺就好 哇 很精彩耶 我覺得這邊 大哥突然醒 開幹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別人打你的時候 你才有意識到說 你要打他啦 不然為什麼前面都不生兵啊 啊 這邊 十強流 十強流 一鎖 不生 兵 只生 只蓋十強 防禦的 哇 學到新東西 我下次也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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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覺得 他不OK啦 我覺得 這觀念是對啦 因為拖延人家的戰 功效可以 只是沒有軍事而已 只是沒有軍事而已 好 這邊城堡 插下來 什麼 法蘭克 瞭望台 OMG 我頻道有講這個嗎 法蘭克 法蘭克箭塔 該不是Jordan那一隻的防禦箭塔 讓你 萌生了這個想法 那你等一下會不會蓋大學 防禦箭塔 有可能齁 欸 好像可以耶 法蘭克箭塔可以玩看看耶 城堡 寶推 劍塔 管他的 反正就 亂推了 壓進來先壓他們 欸好像可以耶 你這個強軍事啊 你現在強軍事啊 你現在強軍事啊 還有僧侶 然後你支撫兵全吃這個 呃 這邊喔 這邊 呃 小心要不要被射 喔 僧侶在招 然後有 城堡直接進來送 呃 保家衛國 中莊 隊長 直接死去 喔 這個這個沒有用 又城堡 哇 大哥 你突然醒 宵夜 便當 吃飽了 直接挖他 黃金 然後他受不了他 蓋兩個城堡 在這裡 然後沒有村民在這邊做事 呃 看不懂 好啦 繼續看這裡啊 哇哇哇這什麼挖狗 這什麼挖狗 這什麼挖狗 出彎刀 給植斧兵 殺 這是在送分嗎 還是他不知道 植斧兵吃布兵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吧 要出弓箭手喔 你要出弩兵喔 一鎖 配兵很有問題喔 藍色的 配兵很有問題 藍色的 好啦 他跑來這裡開發了 你知道嗎 欸 大哥你知道他在這裡嗎 應該不知道喔 搬家了 呃 我看一下 但是我必須說 我必須說 大哥你的經濟意識是不錯的 你的田很多 44片 44片 應該在你這個分段來說 呃 經濟是 算頂尖的吧 是吧 但是你的軍事可能打得太晚了 可是呢 你的對家 他的 呃 兵種 配置 非常有問題 所以 你現在佔了上空 然後要出 然後要出 要出遊俠了 帝王了 那他完蛋了 他沒有軍事 你有植斧兵嗎 對不對 在這裡 這個差別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要打到 1100 1200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 配兵喔 什麼兵 克什麼 A克B B克C C克A 剪刀石頭布講了好多次了 西伊利果就是這款遊戲 沒有最強 只有克制 只有counter 什麼的 對吧 好 你這邊直接A過來 這邊跟大哥講一下 等你格子馬之後再上來 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 阿不然你就是拉走了 拉走了 拉走了 給植物兵收拾就好了 好 這邊 呃 法蘭克 三個馬修 但是他這邊有巨頭了 阿你不要急 不要急 沒沙發 他裡面沒什麼東西 很OK啊 這場 欸大哥 你最近才回歸了 不是嗎 你能玩到這樣 我 我已經 真的RESPECT RESPECT 因為通常喔 比較資深的 玩家 其實都有一些 經濟負擔 家庭負擔 很多原因 不是經濟負擔 是很多原因 很忙 就像主播 我現在這樣子 這個現在 目前也是一個興趣而已 沒有任何收入的 我目前頻道 是沒有任何收入 但是我把 我現在目前的 大概有 七八十趴的經濟 都是在經營這個 世界帝國喔 所以有這個熱誠 其實很感動 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快把他殺爆吧 大哥 對面是台灣玩家嗎 那不是 那這邊怎麼辦 他沒有生兵耶 伊索這個打法 是石牆流 城堡流 不生兵 系列 呃 那玩伊索皮亞幹嘛 對不對 又玩個朝鮮 朝鮮劍塔之類的 還什麼的 那這邊怎麼辦 反射爆炸啦 他沒有在做事啦 然後這邊就虐菜啦 有戰馬喔 有格子嘛 軍營 軍營 哇 大哥想要虐菜了 長江兵十四隻 這隻 噢 這隻蝦 然後 好 這個差異就是 伊索 跟 法蘭克 其實前面都差不多 就是那個兵種 跟有出兵沒出兵的差別而已 跟你經濟配置 啥都沒關係的 好 你等一下是不是就印A進去了 你也不升去投了對不對 是嗎 你沒有城堡嗎 你沒有大雪嘛 沒有火炮嘛 所以你是不是不推這個啊 你直接殺村民喔 好兇耶 他這樣子三個東西在射你 你不管他 你直接砍他耶 你是不建議這樣子喔 還是要生個火炮喔 喔幹什麼 OK 好啦 他爆了啦 他現在已經心裡想著啦 鴿子馬好多喔 趕快生長槍 結果勒 你還有植斧兵 等一下出來了 那你所掛掉啦 可是這邊你沒有發現他在發展 欸欸欸 又十強 又十強 十強流耶 這一題標題我要寫 面對十強流的一所 法蘭克怎麼攻克他 好啦 快轉啦 虐菜騙了嘛 對不對 這邊已經虐菜啦 已經看出勝出啦 他沒有在出兵啊 所以你只要會出兵有經濟喔 你就可以打到一千億了 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 好像我講起來好像很簡單 好啦 再慢慢練習 因為其實喔 大哥回歸就 真的是最近 據我所知 據我所知 所以大家不要在那邊嘴炮他 你看我這場也沒有嘴炮 我沒有嘴炮 其實以後我會少嘴炮 盡量盡量盡量 有時候主播齁 忍不住的時候還是會開幹話模式 還是會開幹話模式 因為我也想要顧一下打哈哈的那個毒 呃這個藍色 我不知道他怎麼打成這樣了 我覺得他沒有一千分的磁力耶 為什麼 他真的一千分嗎 你的對手是一千分嗎 我有查分數 好啦 因為菜了 你從頭到尾沒有看到藍色出兵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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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這邊 至少我不管你出什麼兵 至少我們大哥有重裝長槍兵嘛 是不是 有重裝贏了耶 沒有遊俠耶 格子馬出來玩一下 換成肉馬了 結束了 好 現在才出彎刀 然後結束了 繼續 那其實 講評的部分喔 結論我就私底下再跟大哥聊就好了 那我希望這支影片為什麼我推出 是因為 第一個 這位玩家是45歲 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玩 最近才回歸 很感動 我很感動 好第二個 我做頻道 不是想要 只做高端 我也想打哈哈輕鬆聊 我的理論不是最強 沒有最強 就這兩件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這集的天梯最戰也還不錯齁 一千加喔一千加喔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齁 好那這集的轉播就到這裡 各位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